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上海 马路上那些乌黑的用竹子编成的篱笆 就曾经是这座城市最质朴无华的风景和默默无声的名片 竹篱笆在当地又被称为墙篱笆 很形象 而墙在这三个字组合成的单词里 别出心裁地被当地方言读成了第一声的腔 小时候的墙篱笆在我眼里就如同一日三餐那样的平常 因为那时候的上海好像到处都有它们的影子 墙篱笆内是安静地上演着人间冷暖的各种住宅 而墙篱笆外却是和林荫道相辅相成的宁静和谐 那时候初下午后 当你走过一条安静小路 感受阳光透过枝繁叶茂的梧桐 将斑驳投射在枪篱笆上时 那条幽静的林荫道配着黑里透红的枪篱笆 简单而动人 仿佛岁月就此永久停留在了那一刻 而枪篱笆边的墨绿色铁门会突然悄不声息地打开 走出一位闲静典叶雅的女子 虽然不依束缚 但从她一丝不苟的朴素装扮中 宁约感觉 这或许就是那个带着许多故事的女主人 走在这样的小路上 满目苍翠宁静祥和 不知是林荫道成就了枪篱笆别样的美 还是枪篱笆让林荫道更增添了安宁的气质 这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独有的夏日午后 只可一会不可言传 然而却又妙不可言 到了秋冬季 伴随着落叶铺满小径 梧桐孤零零的树干 欲发显现出冬天来临前的萧色 唯有阳光下一排排的枪篱笆 给匆忙的行人带来了点点生活的气息和暖 编织出枪篱笆的能工巧匠们 用他们的双手和韧镜 将灌注着他们时间和心血的枪篱笆 枪篇到了城市的大街小巷 成为一道道朴实又别样的风景 而那一幅幅竹篱笆 便也由此有了生命 即使历经日晒风吹 依旧尽责地配合着春天的花 夏天的草 秋天的夜 冬天的风 含蓄却肆意地表达着 春之盎然 夏之热烈 秋之灵动 冬之萧瑟 而在这四季的年轮中 枪篱笆淡定从容地跃进了 岁月的沧桑和人间的冷暖 总以为枪篱笆 会成为这座城市永远的风景 所以那时的我 从来不觉得有朝一日 它会在不经意间 永远消失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间 曾经的习以为常 曾经以为的永远陪伴 却终究在某一个时间节点 在不知不觉间 巧一生息地变成了 遥远的回忆 只有失去了 才懂得珍贵 所以在可以拥有时的珍惜 才会变成最简单永恒的真理 所幸的是 在这两年的某一天 枪篱笆又悄然回到了这座城市 虽然不是经过岁月熬制的光阴的回忆 虽然它们也多以竹子的本色 代替了原先的传统黑色 但终究 一样崭新的 却又带着似曾相识味道的物件 回归了 我曾有一个简单的梦想 希望能够随时在故乡的土地上 用眼去观看 那曾经熟悉而安静的街道 以及从岁月里从容走过的 枪篱笆内所透出的点点生活气息 用耳去聆听 黄昏时从林家飘出的各种乐器声 和人们不时的说笑声 用手去触摸 那些一路伴随着自己成长的回忆和温暖 用心去感受 回忆里所饱含的爱与生情 那些可触摸到的最真切的回忆 它们不在脑海里 只在可以随时随地 占量着一条条熟悉小路的故乙间 在春天 那些顽皮的从黑色枪篱笆的缝隙 不甘寂寞地探出头来看热闹的 小花小叶中 在夏天 成就满街绿意的点缀间 在秋天 那片嵌在枪篱笆缝隙的 寂寞落叶里 当然 也在冬天 沐浴在暖阳下的枪笔巴间 然而 这一切终究成了越来越奢侈的 无价之宝般的梦想 那么 只愿在梦里 我们依旧可以和那些 简单而又美好的回忆 温暖重逢 就如同那摇曳的梧桐树 洒下的光影 倒映在路面 随轻柔的晚风 落下的那一寸寸光阴的痕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